Hello 挂投资者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点追击0730期 7月底结算急错 怎么分析8月港股呢 华主公司来时 好了 我们今期仍然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周五的一个收盘点评 第二个部分是行指方面分析 今天是7月30日 虽然来8月还有一到两天 不过7月的一个港股就已经结束了 是昨天周五 我们知道行指指数在7月结算之后 是急速下跌的 这个下跌即将来的8月会不会加速呢 或者会止跌呢 港股有如何呢 今期乃上虎外角同会分析一下 好吧 第三个部分仍然还有个股分析 有同学就WhatsApp问到乃雪 双湯 中国移动 信誉功能 和太平洋航运 这几只个股为何有同学 有疑问 同样今期过去乃雪 会有同学去详细解答 OK 好了 在进入课堂之前 再提醒过的同学 无论你现在坐在电脑旁边 再拿着手机 尤其是第一次收看 我最新的教学的各位同学 你记得在Utune这个channel 按订阅 订阅 订阅了之后 再按这个黑色的钟仔 才能够时刻收睇到 我最新的教学 好吧 同时你对于乃雪教学当中 涉及到的特色指标 比如说红绿飘带 买卖指标 尤其是对手机版元件 非常感兴趣的各位同学 你可以在Utune的一个电脑版首页 右上方找到这个粉丝专业 然后点击就可以联络到乃雪教学本人 好吧 好了 再来个正题 在昨天 即是星期五 上午8点21分 乃雪教学就将港股行情提示 如期公布了 已经装了手机版交易系统的同学 通过提示 大家看到右手边这个图 目前指数方面 是之前的一个下行的通道 即是下跌通道 现在止跌了 目前来说 就处于一个弘拜 当然我和各位同学都说到 即是前一两期 其实很正常 其实这个趋势 就等于经常来说 跟各位同学说的 跌 不是一直跌 它会下跌 反弹然后最下跌 有些它就下跌 然后调整 大多数调整完之后 它就面临选择方向 要么就反弹 要么就加速最下跌 现在止数就处于一个 调整下跌当中的调整阶段 通过我的一个 即是这个图 大家看到 其实目前处于上下横摆 其实就是横行价格 这个平台 大家知道 上方压力大概是21,000附近 这个也是周线级别的一个防守 等一会大家都看到 我和大家说周线的时候 都是这个附近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 包括呢 星期五星期四的时候 都有同学问到我 它会不会是指数 即是上冲这个特色指标 大家看到没有 其实放大给大家看 其实这个绿色标打功能 是非常强大 一直跟大家说到的 大家看到没有 至少每次接触到这个绿色标打 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这个位置大概是2,088点 当时有同学问到 上冲 我说目前来说 从资金有流入的一个角度 有大可能性 不过呢 是企不稳 即是说 现在的压力在上方还是非常大的 下方就是这里 以之前跟大家说的 KTJ的参数大于零 从负数到大于零 即是超跌反弹 这个以它最低的 以01294做防售 连成一个横行价格 目前第三条最重要 观察到恒指在横行价格中 上下横摆 且显示绿色标打的提示市场 持续太淡 其实星期四、星期五 都是这样跟大家提示 综合的整体趋势 依然在震荡趋势向下 即是现在虽然调整 不过很大可能性 不过相机和大家说 调整完 向下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一线图都是向下 还有周线图大家看回 都知道大概是未试 不过等会跟大家分析 这个是恒指方面 跟大家提示 各个股 依然在提示大家 少创势短线操作 暂时这些版法 没有什么明显 所以说大家 短线操作 还要当日晚 当日沽会比较好些 好吧 这个就是这个 早盘提示跟大家说的 好了 那我们看回星期五 即是说它有开市情况 星期五 开盘是20647 整体是高去低就 最终收市是20156 相对上交易 即是星期四 20622 跌幅466点 是个中大阴族 这个情况 其实大家知道 7月29日 是恒指的一个月结算日 即是说这个 急错 是不是有证据 就是说明天八月 会不会跌呢 其实有同学问到 他说 7月8月会不会一样 是跌还是升 其实这种情况 其实股市信息慢变了 其实很多时候 没有可能预测到 7月或者8月9月 升还是跌 不过我们去分析 时间和空间 究竟跌得多 还是升得多 按去看 好吧 那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 恒指分析 好吧 因为我们现在 有星期六 又过去了一周 时间很快 即是每一期 大家有没有发现 每周六 一下就到了 其实从乃Sir的教学 投资理念 大家知道 先指数 做后个股 乃Sir这个教学 主要是说个股 当然如果你有做牛河 或者做窩论 做指数的同学 你只能够做个参考 不过没有完全的 我参照乃Sir的一个教学 OK 做个股 我知道 其实做个股 港股有个特殊 即是指数升 绝大多数股票都升 所以我们要分析指数 恒生指数 不过恒生指数 它又受于两大指数的影响 A股和美股 以前早期 绝大多数都是美股 A股做美 因为现在随着内地的经济发展 国家层面对于香港 我们经济影响越大 未来趋势 肯定跟着A股 就会比较多些 当然A股 美股 分别是中国 美国两大国家 全球最厉害的两个国家 影响着全世界的一个 游戏规则 其实它的一个话说权 很大的形势 其实它走向 都会受到很大 是由国际形势的影响 国际形势 就看 刚才等着都跟大家说 战争 疫情 目前比较重要 当然我们知道 外部的环境 最知道影响 A股 美股有多少 我们知道 最结合行指 对不对 我们就清楚 指数大多数是升 还有跌的机会比较多 那升 做什么股票都会升 大多数 大概八成 跌 大多数股票都跌 那股票 我们知道 怎么操作之后 是不是 指数我们知道 怎么操作之后 股票是不是很操作 所以指数与指数之间 相互对比 就这么意思 这个是源于 道士理论第四条 大家去看法 OK 指数与板块 过股之间 就刚才跟大家说 对不对 指数升 大多数股票都升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从最头部 就是最顶部的一个层次去分析 先看国际环境 目前国际环境 只有疫情战争 以前最早 第一期教学 三月少学 我都跟大家说 到现在 都是围绕这两个 目前这两个 没有什么大问题 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僵持 那没有转好 我说明现在 就是不好的一个消息 就是比较利空的 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 OK 所以从整体环境 我就知道是不好的 OK 那我们再看回 A股和美股的影响 为什么它们会影响 恒生指数比较多呢 而且它是怎样影响呢 道琼斯指数 它是影响 第二天恒子的低开 或者高开 比如说它升幅 比如说 现在乃sir分析 董熊斯指数 应该要上500 到600点 才比较容易影响 比如说它升幅 或者跌 才会影响恒生指数 高去或者低去 好像一两八点 三四八点 目前乃sir 细水所趋 而且呢 前几期 包括到现在 都经常和大家说 现在有180家的企业 内地企业 是我们港交数 准备上市 所以说中区股 是我们香港的港股 成份越来越多 那 跟着上证指数呢 行是很正常的 因为来说 内地企业 很多本身 已经是内地上市 而香港上市 是二次上市 所以两地经济 关联是越来越大的 好吧 所以说我们先看看 杜琼斯指数 那我们看到杜琼斯指数 那之前呢 我已经和各位同学说到 月线图杜琼斯指数 是买日的指标 可能过去一个月呢 升的比较多 周线呢 其实无论从月线 大家看到 还是周线 其实上方压力 是非常之大 那其实目前来说 杜琼斯指数 大概是月线图 来看 38000这儿 有个非常之大的压力位 大家看到没有 因为在这个红色飘带 的一个上沿边 而且它目前是收窄 说明呢 好有 快转 淡有 周线图大家看到 大概是33300 刚才是33000 月线图 是33800 那日线图呢 周线图呢 是33300 左右 这里有个压力 大家看到没有 六四飘带上沿边 其实之前在这个位置 已经升了很多 那日线图 大家看到没有 之前这里 是不是先和大家说 之前这里 是不是一个沽出讯号 不过它突破了 是不是就消失 继续拉升 那之前在这里和大家说 这里可能有回落 回落 还有定空间 不过它没有真正回踩 现在持续拉升 不过目前大家看到 那日线图来看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这个是日线图 这个日线图 不过它现在远离飘大 那可能 即将下来 那 除非继续拉升 继续拉升 就进入超慢 为什么呢 因为它目前 它已经 这里 已经99了 99 那说明 这里 如果最拉升少少 就进入超慢 超速 快速拉升 那当然目前来说 在这个高位 有可能 就是充不会太多 然后会回落 机会比较多 因为远离飘大 最后超慢 这么说明 就风险雷霖 好吧 那这个就是杜孔仙指数 那其实 现在美股 又开始转强 因为杜孔仙指数 现在是比较好的 红色飘大 太好 所以这个是 起码来说 可能最近 港股影响 比如说 即是 早上 究竟高开的机会比较多 好吧 上证之数 大家看到没有 之前我已经和大家说 沽出的信号 已经出现了 只要它不超过 之前上个月的 33900回落 机会比较多 现在呢 就已经出现了 沽出已经收完 这个月已经结算了 港平即将来 月线图 摘下来 会回落 周线图的看法 大家看到没有 它这个沽出的信号 回落 虽然这里即将会转好 不过 它现在目前 我们知道过的一周 它是收音族 收音族 并不是收阳族 它不是等于马亚信号 说不定都会跌穿 因为目前来说 这个红色飘带 好像昨晚有个同学 同学说到 他说 如果跌穿了 它其实呢 就是说 它会收窄 而且呢 有时候我们见到 它究竟会不会高 即是 会不会拉升 比较快 我们见到它的飘带 就知道 这位同学 就非常好 这样 把这些细子 跟乃水说了 我就觉得它应该 早股票也是很厉害的 好吧 一线图 大家看到没有 之前大家看到没有 虽然这里 指数没有显示什么 买卖指标 不过呢 大家看到没有 收音族是否回落 OK 所以来说目前呢 我们看到 上证指数 那其实呢 虽然说回落 不过有资金流入 不过资金大家看到没有 是已经变薄 那一面呢 资金流入出度减弱 那即将下来呢 回落机会比较多 所以从趋势来看 恒生指数 如果根正上证指数行 好大机会呢 那回落机会是比较多些 好吧 好了 那我们看到 那知道 我们的恒生指数 是吧 那可能会受美股影响 可能最近 可能会高去 机会比较多 不过趋势呢 会回落 有好大可能性 高去低走都说不定 每天的交易 比较多的情况出现 那整体来说 就知道 不过呢 恒生指数究竟会怎么走呢 平时我都经常跟大家说 用量价时候 很多时候呢 大家会看成交量 看个价格 看到指数方面 到达多少 会不会跌穿2万点 那今天成交量很多 今天成交量很少 大家碰到的 都是这两个 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后者 这两个 时间空间 时间呢 是一切的根本 时间到了 空间才到了 才能够打穿 跌破 是吧 就是天时地利 任何的意思 OK 时间方面呢 其实我正用投资来练义 从战略到战术 长期看趋势 中期看投资机会 短期看买卖 很多同学呢 其实做股票呢 很多时候是太入线 不要说连线月线 周线都忽略 因为来说 从周线开始呢 其实是它研究股市的基本单位 从周线大家发现呢 规律呢 越来越容易找到 就好像我有菲波拉契索利 和大家有分析 是吧 6月为什么要升呢 就是这样原因 就用技术分析 最结合政策 都是6月的支持 所以6月一乃书 一直跟各位同学说 放心去做 那当时过去一个月呢 月线堂吧 太中长期 好吧 那过去一个月 那我就知道 金床二十 从98年到现在 那其实过去了 大概 23 25年 对不对 过去25年的股市 啊 24年 搞错了 不好意思 24年大家看到 其实整体恒生之初 还是处于一个 趋势线之上 不过在这个位置 由于 就是外部因素影响 如果是从技术方面分析 那其实这个肯定会反弹起来 现在来说外部环境向 本来不会跌 加速下跌 对不对 战争的情形向 目前呢 如果要 到学之前趋势线 目前呢 需要时间去消化 因为好像你吃得太饱 你没有时间去消化 是一样的道理 好像大家看到 上个月 有修阳竹 又向上趋势 不过现在 又拆了一支大阴竹 那现在 究竟会不会最上 目前现在跌穿了这个趋势线 整体来说 从中长期来看 恒生之初是弱的 好吧 除非它是走上这个趋势线 它才会转强 这个从整体来说 就是 长期来看 恒生之初是弱 看周线呢 周线刚才跟大家说 研究故事基本单位 基本上 我是用菲波纳契数 去研究这个时间 大家看到没有 之前我都用过 2月18号 这个前年 去年 6月28 5月7号 为什么 有同学问到 为什么不用之前的时间 因为菲波纳契数 大家看到没有 黄色棍对径 如果它时间 如果你选择这些时间 它后面是不是越来越多棍 时间 空间 这个中间 就是它的时间 差越多 其实对于 菲波纳契数 你们想研究后面 其实偏差比较大 所以说 你找时间 最好 运近这些高低 坏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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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目前呢 这段时间是6月 7月初 我是不是跟大家说 6月呢 有政策的一个支持 就会结束了 7月初呢 用技术分析 就7月初 这个位置 其实这个位置 买卖指表都出现了估出的信号 目前来说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已经 从时间方面 去分析这个指数的位置 其实是回落 对不对 下一个交易 下一个交易周 是不是要大概34 对不对 34 现在目前先经过了三周 中间是13周 那边还有10个周 10个周 起码两个月 那现在解回时间 可能从周线来看 起码要到10月 才有可能 即是转势 目前还是上下滑坏这个区间 上下调整 那时间 我们知道已经到了过去三周 即将来的空间 究竟是往上 还是向下呢 那大家看到 现在的资金是开始流出的 所以从周线图 大家看到 周线图 周线图 我要光阴距远线 那现在这个21,100 大家看到没有 一直是突破不了 这个防守位 所以绿色飘带收窄 它突破不了 有很大的可能性飘带 会越阔 是不是 那会加速 现在最加速 看到没有 资金已经变绿色 那之前 为什么跟大家说 六月好 因为六月这几周 四个 一个月 都是有资金流入 所以整体来说 我们知道周线图 对吧 那从时间方面 可能要算到十月份 才有转势 那资金 起码来说 刚才开始 而且加速 一到两周的时间 大家看到 起码我们下个星期 即是八月一日的第一周 起码即是迹章下来 向下跌的机会比较多 因为资金是流出的 好吧 好了 那刚才说了 非波纳契上 你们去看周线图 一线图 可不可以看 可以时间方面 那时间方面 大家看到没有 那其实 无论是从这个位置 或者这个位置分析 其实之前在这些高低位 其实是比较准确 不过 近期的 用非波纳契数 以这个时间做一个高位 是不是 那其实目前来说 那 现在 看到的一个转势时间 那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没有 那 其实低位 那这个位置大家看到没有 20个月 21个交易日 那目前来看 很大可能性 是高位 那从时间方面 我推现下一个交易日 是不是都是34 那说明 34 21 中间心 大家看到没有 那 相差来说 大概是13个交易日 那13个交易日 已经过去了 一个交易日 那说明 还有12个交易日 大概就是下个礼拜 12个左右 是转势时间 OK 那除了非波纳契数 我们还有等距周期线 一样分先的时间 那等距周期线 就比较难保证 不过呢 如果我们保证到 它时间的一个转势时间 会很准确 OK 为什么呢 好像去年 我都和大家说 8个交易日 18个交易日 28个交易日 大概是去年6月28日附近 这个时间 都和大家说过 那目前来说 这段时间 大家看到没有 7个交易日 是周期 目前来说 准确率较高的 出现的频率较高 大家看到没有 那当然这个交易日 刚刚过去星期五 那么直插 这个究竟是 一个低位 还是高位 时间方面 那么起码来说 我们知道 下次转势时间 等它周期线 是7个交易 就是下个星期二 左右 OK 那刚刚才 这个还有 和大家说 计算到 应该下个星期 计算12个交易 那现在这里 就7个交易 所以说 推演时间 我们去计算 时间方面 那如果从非波纳契数列 来说 12个交易 那起码来说 目前来说 白月 没有什么公众假期 说明 就大概16号 这里的转势时间 那其实 如果从等它周期线来说 那 9号 那最佳多7日的话 就14个交易 大概这里 18号左右 OK 所以大家看到 目前来说 很大机会 转势时间 起码月初来说 那其实 还会延续7月的一个走势 会比较多些 OK 有少少反弹 很正常的 因为现在主要 还是太坦为主 那重要的 乃随观点 可能 中旬才是 比较明显的一个转势 一来说 有两个转势时间 那这里 主要转势的频率比较高 那说明 可能这个 会够成一个转势周 OK 那我们知道 重要的时间 9号 16、18号 不过今个月 就没有什么重要的关键 有8月 OK 所以目前 我们只能够用 非波勒契数 来等他周期线 去看回这些时间 方面 那即将来 日线和我们怎么看呢 就是空间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大概是之前 7月15号 我已经和大家说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已和大家说 19,890 这里附近 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支持 因为来说 从传统技术分析 大家看到没有 那之前这些位置 如果连在线一起 我问 这里就有个 非常重大的一个支持 那现在目前 乃随观点来看 现在有资金是流出 那说明 资金流出 向下机会比较多 再从整体大环境来看 我知道 外部环境 战争 疫情 没有解决 那说明呢 就没有好转 所以说现在僵持当中 那说明呢 还是不好的 对吧 那到穷仙指数来看 大家知道 那现在是强势 最多造就成 我们恒生指数 每日高虚 上证指数 我们整体来说 恒指跟着走 无论从月线 周线 日线来看 回落机会比较多 所以来说 起码 月初来说 向下机会比较多 所以来说 这种情况 做就成 过去低就说不定 大家没有见到 恒生指数 最近都是跟着 这个绿色飘带 就是这么操作 有位呢 刚刚加入 乃sir教学的 装作指标 的同学就 跟乃sir 即是 报喜 他说 乃sir这个指标很准 就是好像你刚才说 就是每次打到这个绿色飘带 受任足 真的回落 因为他还有做期指 当然 这里 乃sir和大家去提示 方向 作为大家参考 因为乃sir教学做过股 好吧 所以来说 这个是第二个 整体都说不好 第三个 周线图 资金流出 都是回落 一线图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都是流出 向下 所以这种情况 月初 会延续 7月的一个趋势 但是没有变 不过 如果继续下跌的时候 跌到这个防守位 乃sir的观点 有很多可能性 会反弹起来 为什么 因为如果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从空间角度 远离飘大 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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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反弹很多 因为整体 周线图 刚才看到 已经加速下跌 这种情况 也不是一两周 能够去转变 起码 8月初来说 跌的机会 何况 刚才和大家说 时间方面 对不对 时间方面 大家看到 至码到9号 才有个转势 就是转势日 最近的一个时间 对不对 我们月初的第一周 就比较不好 即将来 乃sir的观点 可能反弹 不多 然后还会继续下跌 当然下跌 之前这些前低位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 参考的一个 它的防守位 因为向下方的支持感 其实是不多 从目前来看 好吧 这个就是乃sir和大家的说 还有大家看到 KDJ 看到没有 这里是柱23 现在最低的时候 还有少于超跌 对不对 OK 所以这些都是 各位同学需要 把握和分析 好吧 这个就是恒生指数方面分析 指数 就分析到这里 整体来说 乃sir的观点 刚才和大家说了 中间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8月上半月 乃sir的观点 其实乃sir观点 可能整体和7月的变化不多 都是泰坦为主 不过从技术分析来看 时间方面 可能8月中 这里转势的时间比较多 可能有一个 触底 有可能性 因为从时间方面 无论如何 乃sir观点 8月上半月的操作方法 泰坦为主 好吧 跌多升少 那么做个股的同学 小仓还 短线 即是当日买卖比较好些 OK 好了 那看回个股 个股方面 双汤 中国移动 信誉光流 和太平洋行温 和我们看看这几个个股 0020 双汤 大家先连续一下 各位同学手等一下 这个大家要记住 但是乃sir说过股的时候 比较多用通达信 并不是富途牛 富途牛牛都有些指标 在相关 可以看到红绿飘带 买卖指标 不过看过股 乃sir比较多用 用庄家图 趋势指标 因为买卖指标 买卖指标 和红绿飘带 不可以重跌 通达信 不可以一起去看 所以跟大家说一声 通达信 说股票的原因 目前我们看到 双汤之前 跌得多 超跌 目前来说 其实 乃sir观跌 虽然说 趋势有转红 从趋势指标 买入 不过 买入是调整阶段 现在整体来说 是油脂炒作上下 还买比较多 而且 大家看到 通达信 也有看到买卖指标 现在 因为买卖指标 是 富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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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不容易 大家看到了吗 沽出信号 红绿飘带 说明 看收音族 本身收音族 就回落的机会 比较多 对不对 而且 有出现买卖指标 沽出信号 虽然说 红绿飘 虽然说 双汤 即将回落机会比较多 大家注意点 要减仓 或者沽出 好了 中国移动 00941 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 大家看到 现在整体还是油脂炒作 蟹火 慢慢被庄家 底部吸醋 现在 其实比较好的 这个 变薄了 看到没有 当然 最后不要太透计 万一 它就加速 因为现在的局势 不是很好 有很多人加速 而且 大家看到没有 它这个飘带 是收窄 虽然说 有收阳带 反弹上 不过这个飘带 是收窄 所以这种情况 大家都要注意点 不是说这种 除非它的飘带 是变阔 然后在这个 收阳带 反弹上才会强 好吧 大家注意指标 我们再看它有没有买卖指标 暂时还没有 估出信号 有买日 好吧 红绿飘带 好了 看回信义光 00968 00968 大家看到没有 就比较好 庄家在建仓 大家看到没有 好像有日常 资金还继续流日 吹晒向上 而且大家看到没有 按星期五收支 比较大的一个阳筹 不过它上线比较长 而且如果以这个收市价 为主 有少少远来飘带 不过吹晒 再向上 如果持仓的同学 可以继续持住 OK 当然如果这个前高位 大概13.72元 如果星期一 还是突破不了的话 大家的话 可能这里就容易出现 估出信号 大家要小心点 即将回落 OK 好了 最后一只 2343 02343 太平洋航温 太平洋航温 就更加漂亮 大家看到没有 庄家 拉升 已经快过一半 资金又加速 吹晒 上穿主线 上穿主线 突破压力又加速 所以飘带又变幅 你看这个飘带挺漂亮 不过它可能上升了多一点 都是以它这个最高位 大概大家记住 最高位 最高位 五个枪 大家要记住 这个最高位 大概 3.8元 其实大家要注意点 即是说 如果突破不上 都是回落 不过呢 太平洋航温 比较漂亮 有庄家日墙 所以大家继续持住 这只过股 过股呢 其实时间 还是星期六 星期日 大家要注意点 星期三会比较晚点 所以大家要见谅 那今期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聚会 拜拜